哈喽大家好我是Master Joe 欢迎去收看我们今天的80后怀旧玩具测评 本集是第八期 咱们今天介绍的是一款1985年出品的哥斯拉 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 相信80后90后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时候的话呢 应该是肯定会玩过这一款 那比如说我 我的话当然是有这个小的这一款 而大的这款的话呢 我是只见过 当然家长的话是没有给我购入囊中 因为家长的话呢 谁省钱为目的对不对 那么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是在去这个天安门的历史博物馆 的时候在这个门口 我看到这两款玩具是特别想要 那么尤其是打的一款 一直在我脑海中这个深深的存在 那么直到这个前不久 我才在这个二手市场买到这款玩具 那么售价的话呢 是20美金 这被我购入囊中 好那么哥斯拉的英文名字的话呢 是Godzilla 那么日语的话呢 是Godzilla Godzilla的话呢 其实它是一个生物 它是一个非常强健的生物 它可以直立的行走 那背部的话 有这个三排背棋 那么它的话 还可以进行一个原子呼吸的攻击方式 非常的酷 当然小的时候买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 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恐龙 就把它购入囊中了 那么直到之后才知道 它是哥斯拉 其实这个Godzilla的话呢 它是一个日语的混合词 Godzilla它是大猩猩的意思 而Godzilla是鲸鱼 那么最早的设定的话呢 是它是猩猩和鲸鱼的这么一个混合体 感觉非常的混乱 好 那么之后的设定的话呢 它是一个蜥蜴 受过这个原子辐射 那变成现代的这个样子 哥斯拉的话应该是在这个武警的电影里面就开始上映 那么是54年的时候就上映了 首次登场 那么之后的话也在不断的登场 它有时候很多的电影 外形的话也更改了很多 那么咱们这两款玩具的话 这边这款的身高的话是32厘米 那么这边这款的话是15厘米 当时的话呢 我是有这款玩具 是一直陪伴我的童年 那么这款的话呢 当时特别想得到 那现在的话反正已经有了 我们待会进行一个测评和分享 好的 那么这两个玩具的话都是老板玩具 是由这个imperial公司进行一个出品 在出品的时候的话 是既有散装 也有挂卡的版本 好的 首先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小的版本 好了 那么在它的这个足底的话呢 是由这个imperial 我们来看得清楚一点 这个地方是有这个imperial的标志 然后这个地方是hong kong 一个老板玩具 那么长的的话呢 确实是比较的雷人 好的 红红的嘴唇 那么这个确实长的的话呢 确实有一点雷人 但其实哥斯拉的话呢 就是以这个丑入称 这个面貌的话已经算是好看的了 那么还有更丑的哥斯拉 好的 那么在它这个背部的话呢 有一个经典的这个三排这个背棋 是它的这个特色 那么当它进行一个原子呼吸的时候的话呢 背棋从尾巴到背棋的话呢 会逐渐的点亮啊 非常的酷 好 那么身上的皮肤的话呢 根据这个设定是如岩石一般 那么咱们这个的话是轻绿轻绿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中间这块的话呢 胸口里面有一点点发这个银色 然后它的嘴唇的话 其实我不明为什么给它涂成红嘴唇 其实如果纯绿色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 好 眼睛是这样的一个涂装非常非常的粗糙啊 比我的涂装的话呢还要粗糙 好 那么它的这个肌肉纹理的话呢 绝对是有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肌肉纹理 包括腿部啊 是有一个刻画 可动性的话呢 非常有限 手部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绕环 那么腿部的话呢也可以进行一个绕环啊 它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坐姿 尾巴的话呢可以进行一个转动 那么小的时候的话呢 是把它进行一个不断的把玩啊 那么当时的话还把这个胳膊腿给它卸下来 里面放入一些其他玩具 然后再装上 假装被它吃掉 所以说小的时候对玩具的话是非常的了解 是不断的进行一个把玩 那么长大之后的话只是用来欣赏了 把它放在边上 重头戏的话呢是这一款啊 那么它的话先看明文部分 是在脚底啊上面写的这个1985年啊 这边写这个imperial公司出品正版 那么当时我在买的时候这个卖家的话 其实也有点舍不 他说这个东西已经在他价格上摆了很久了 只不过想拿过来试一试 可能能不能卖出去 面对碰到我这个买家了 那么他的要价的话 我记得差不多应该是25块钱 我也稍微划了一下价 20块钱 他还同意了 最后就被我购入囊中了 好的 那么面相的话呢 是跟他的话 跟这个小版本的话其实差不多 但是的话是有一点点 这个更加粗犷的感觉 依然是红红的嘴唇 那么眼睛的话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粗犷的涂装 当时据说在美国的时候 也是小朋友们人手一个 所以说这个80后的话 不管是美国孩子还是中国孩子 当时没有任何代沟的 就是美国人看什么 咱们也看什么 毕严金刚拖着木队 是吧 包括这个哥斯拉玩具 他们有咱们也有 好背部的背棋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软胶的材质 就是三排背棋 基本跟这小版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大版的话呢 就是一个字大 对不对 太帅了 好了 那么胸口的这个一缕银色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彰显啊 那么这个雄旷的胸肌 边上的话是这个各种的这个肌肉 宫二头肌宫三头肌啊等等啊 手部的话呢 是我四根手指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抓握 那么刚才在这个照片里边的话呢 我们是抓握的这个小肥肌 这个小肥肌的话呢 是这个歼6 那么也可以叫做这个米格19 这是这个目前朝鲜最先进的飞机啊 那么这个当时这个苏联给他的 那么他后来的话 不断当成自己的这个最新飞机啊 其实特别适合的话 被他抓在手中 那么进行一个把玩 有点像一个特赦的感觉呀 好的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飞机的话 我们之后也会进行一个测评的 好的 我们接着来看一看 那么他的话呢 就是其实一个是直立行走 三片背棋 然后可动性的话一般 涂装的话也是一般 但是毕竟是童年的玩具对不对 那么大家当时的话呢 是把它拿过来把玩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觉得是一个恐龙 好的 那么可动性的话 依然是一个大柔环 没问题 腿部这个地方也可以进行一个可动 那么大哥的这个哥斯拉的话呢 可以坐在这里 跟小朋友们一起进行一个玩耍 就像这样 那么陪小哥斯拉在玩耍 或者他们两个人一起玩耍这架飞机 还都是可以的 好的 那这就我们今天测评 那么这两个玩具的话呢 是我这个小个儿 是我童年的这个玩具 大个儿的话呢 这个是之后的一个购买 其实小的时候也有卖这款的 好了 这就是目标的话 是个一百期的80号 回具玩具的测评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